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古代防身短边节的快速编织成法 也就是一个编织竖成法 又叫事故缘边 它也是一个中式边节 叫法很多 总之它是来源于古代 一般我们编织这种边节都是以这种皮绳 牛皮绳在水所用 那么今天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也没准备牛皮绳 就准备了两条1.5米长的绳子 首先我们要把下方的两条绳子的绳头对齐一下 然后我们向上捋一下 大家看这就形成了我们的四股绳 这样的四股绳子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完成之后 大家看我们把它套在手指上之后 我们这样 拿起左侧的第一根调右侧的第二根 这样过来 过来以后我们再拿起右侧的第一根调左方的第二根 这样相互交替的进行穿插 然后这样完成以后我们把它分开 再拿起右侧的第一根调左方的第二根 这样大家慢动作大家看一下 完成以后我们再拿起左侧的第一根调右侧的第二根 然后再拿起右侧的第一根调左方的第二根 就是这样简单相互交替的调 然后我们还是左侧调右侧第二根 这样 现在调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拿下来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收紧 收紧的时候我们只需简单的一根一根的收紧 不要把它收的太紧 因为收的太紧会影响它编织的效果 这样把前方的绳圈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它慢慢的收紧 收紧以后 这样我们正式的编织就开始了 大家看右侧调左侧的第二根 每调一次都把它收紧一下 非常简单 这是中国古老的一种编织手法 然后左侧的第一根调右侧的第二根 右侧的第一根调左侧的第二根 就是这样相互交替的调 那么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随时 这样完成之后 看左侧的调右侧的第二根 然后右侧的第一根调左侧的第二根 特别的简单的一种编织手法 那么我们如果用皮绳编织出来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皮绳得需要沾水 因为需要它的柔软度 一般咱们都知道古代的大户人家 都有这种马车 比如说去长途探望亲切 或者去旅游的情况下 都需要长途做马车 那么马车也经常用这种手法 去编织这个短编 作为赶马常用的 马夫常用的编 也就编绍节 但是一般都是古代一种防身的短编 因为既可以做短编 又可以做防身的编节 所以这种方法流传到中国 也是几千年 这样的编织手法 那么现在我们一般的皮匠 都会这种编织手法 但是皮匠现在很少了 大家看我们就是这样交替的条 右侧的条左侧的第二根 然后左侧条右侧的这样 相互交替的条一直打出多个循环就可以了 左右交替的条就可以了 咱们既然是教学 就慢动作一些 让大家都能看得清 不像有些人 我这么会那么会 编织完成之后 大家都没看清你的手法 大家看 左侧的第一根 拿过来 挑起右侧的第二根 然后右侧的第一根 反过来 挑左侧的第二根 相互交替 就是这样 一直打出多个循环 现在我们把这个速度加快一些 因为时间有限 这样 挑 边挑边整理 然后这一侧再挑 然后我们再整理 每挑一次的时候 大家都记得不要松 一定要把这个绳截 把它收得更紧一些 左挑右 然后右挑左侧 这样 现在我们觉得 自己编织的长度 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个收尾绳截 那么收尾绳截怎么做 也是很关键 大家看 首先我们以一个马连朵截 把它先打一个马连朵截 马连朵截大家懂 四根绳子 我们把它分开 然后一根压住一根 大家看 第一根压过来 然后这根再压过来 然后 这根压过去 然后最后一根 挑起 我们第一个 打折的第一根 这样 我们四股绳 这样穿过来 中间就形成了 一个田字截 也叫马连朵截 马连朵截的一种 简直的编法 然后这还没有完成 我们收尾 是一个四股绳的 蒜木嘎的收尾 这样 大家看 现在一二三四 四股绳完成以后 我们要以个蒜木嘎的 四五股绳 蒜木嘎怎么打 大家看 第一根绳 我们不穿自己的走向 隔一个 我们穿一个 每一次走向都是隔一根 穿一根 第一根绳我们穿过来 然后第二根绳 自己的不穿 再隔一个 穿一个 把这根绳 再从中间的 每一次都是挑 走中间的 大家看 第三根的走向 也是啊 自己的不穿 然后隔一个 我们把它穿过来 还是从中间的绳点中 穿过来啊 不要走反了 每次都从中间的眼走 然后 最后一个 我们还是这样啊 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怎么做 自己的啊 不穿 然后还是 隔一个 大家看啊 这是自己的走向 我们不从这眼穿 从这个啊 隔一个 直接把它穿过去 这样四根绳头 从中间的走向 出来之后 我们同时把它收紧 收紧之后啊 我们简单的 把它整理一下 大家看这个效果啊 整理的效果 也是极其的简单 我们只需一根绳 一根绳的把它收紧 整理之后 大家看效果 整理完成之后 这就是一个 简单的 古代防绳短边节 那么我们收尾啊 就是以一个 四股上的 蒜末嘎嘎嘎 像我之前所打的 这种四股上的 蒜末嘎嘎嘎 收尾成节 特别的实用啊 这种古代的防绳短边节 传到现在 现在也只有农村的 一些老年的 手工编制者才会 那么聚集 也有几千年的历史 中国呀 是一个千年历史的古国 那么文化 也是博大精神 像这种手工编制 现在会的人 真的太少了啊 这也是过去 就是封建年代 皮匠不外传的一种技能 叫做防身短边节 不约不外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